那再来呢 103 就是五家皮 这个五家皮被台湾的药厂拿五家皮酒 就是那五家皮啊 一样的 五家皮酒 它的根皮入药 陕西 根皮入药 那这个为去风湿 撞筋骨的药 也可以泡酒 那这个性温无毒 那这个如果说 你开厨方 五家皮三前啊 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 没有 不会喝酒的人 那五家皮酒不能喝啊 你喝的已经醉了 这个五家皮还没有到关节 你已经醉了 所以你五家皮还是要用 身要用 用在里面 皮肤上呢 这个皮类的东西 它五家皮能够去风湿 撞筋骨 所以说阴部呢 产生一些湿疹农仓 我们非常多的药 都可以治疗阴部的湿疹农仓 主委呢都可以选用它 但是要记得它的寒热 那五家皮呢 是温性的药 所以一般遇到寒症的时候使用 那很多像蛇床子啊 甚至什么 去湿热的药 它寒药 那你就要用蛇床子 两个是反的 诸如此类 好 那你泡酒可以啊 好好泡酒 这个酒鬼就可以喝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